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说相当强劲 可是想象一下 30年以后的GDP根据蓬勃智库的预测 恐怕是会萎缩到2%的 我国2054年GDP增长 预测只剩下区区两根指头 就要归咎全球化趋势 后疫情债务累积 气候变迁 政府依赖现金援助 本地劳动人口年龄放缓 蓬勃智库的经济学家预计 我国的中期经济增长 甚至难以维持货物的表现 就算资本投资是推动力 不过有外部冲击 我国的产能还是不稳定的 目前的大马经济是雨后春孙 主要受到了后疫情补偿效应提振 长远来看 得要更严格的财政措施 才是国债永续稳定的秘诀 稍后再告诉你关于财务补贴的新闻 冰淇淋爱好者们 准备好味觉冲击了吗 冲茶不只是奶茶 还有推出优格冰淇淋 这款冰淇淋不只是有着浓郁的奶香 还融合了优格的清爽酸甜 每一口都是健康和美味的双重享受 让你瞬间感受到清新和满足 来吧 3 2 1 恭喜冲茶 我们整个农场的定位是用我们自家农场的淀奶 还有我们的优格 从Farm Cup一致连接起来就整个那个供应 从养牛到牛奶到优格开始把这个整个东西带出去种场 我们最注重的就是整个那个产品的那一个清爽酸甜 其实我根本跟其他的竞产者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是用清爽酸甜 其他的可能品牌会是比较注重在优格泡的之类的 还有我们在研发这个优格商品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鲜奶跟我们自己的优格泡 加上我们的定位最大的分别也是我们的是less sweet的 你吃下去的口感会有很大分别啦 我们的定位也是比外面的那个competitor来得更便宜 农场2020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不只是农场把整个Farm Fresh的那一个整个branding也带起来 我们的整个战略就是我们把整个那个农场那个红屋 建起来给马来西亚的人看得到我们农场和Farm Fresh 在常年如下的马来西亚这款优格冰淇淋是最不能收过的甜品 快来中下嗨番味蕾吧 除了经典奶茶还有更多让你惊喜的选择 赶快和朋友一起来品尝这份绝妙的甜品吧 中下 本地一家网媒最近就引述消息报导 说是政府考虑重启消费税GST 这样就不会取消RUN95燃油补贴 报导是说重启消费税相对容易 毕竟我国是石油生产国 多数国人都认为价格低廉的燃油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昌明政府内阁已经在讨论重推涉及广泛的税收了 不过团结政府发言人也就是通讯部长法米 今天就现身说法了 严正表示政府没有讨论过这种事情 更早之前是经济部长拉菲茲也说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建议是对的 我博不打算恢复GST来充盈国库